6月18日 来自全球各地的联盟商 齐聚纽约长岛 开业庆典 在气势热烈中拉开帷幕 但是在现在疫情之后呢 大家都开始关注了这种大健康 全球都开始关注健康 那今天呢6月18号 2021年在疫情之后的后时代呢 我们的Evation Life呢 亦来福这家公司 正式的今天开始营业 那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个会场 也是我们亦为国际的这个团队的会场呢 非常的欢迎大家的到来 那我们这个亦来福公司呢 就是本着大健康的这个市场 在全球今天是第一次的 开放第一次的给大家展示给大家 谢谢 投资方机构代表 以及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米歇尔教授 研发团队成员布莱尔博士 相继发表了关于健康视野 公司产品和市场机遇的祝贺演讲 一来福公司获得纽约州政府的表彰同时 也对市营业期间做出杰出贡献的营销商进行了嘉奖 以感谢他们对公司的发展给予的支持和努力 因为它呢是目前为数不多的 有强大科研团队 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政商关系的一个企业 那他们生产的产品呢 既有诺奖获得者的支持 也有这个在生物制药领域里 专利技术的拥有者参与的研发团队 所以纸质体技术结合这个新的这种健康理念 所以呢能够把更好的健康产品 带给所有的喜欢健康的人群 美国一来福公司是集保健品研发生产 及销售的跨国集团公司 拥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哈佛大学等高等学府的 顶级科学家团队 具有制制品专利吸收技术的系列产品 吸收率远高于市场上同类产品 产品方面主要针对抗衰老领域 以及基础营养补充 一来福公司拥有美国CGMP工厂 以制药的标准进行生产 通过FDA认证 然后因为这个是新的产品 所以我想说那我试试看 结果在差不多第三天以后 我发觉我的睡眠改良了 然后整个皮肤也光亮了 再加上我的那个每天的梳的头发也减少了 那我整个人的身体还有就是说 精神很好 然后整个让我觉得说 原先我有点因为Cony 19的关系 让我有点depress 但是现在让我觉得说 我很高兴说我使用我们一来福的产品 同时洛杉矶 温哥华和台湾各分会场 同步见证了公司的开业庆典 谢谢非常感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